一样的加牛尿 加牛尿以后还不够 那么蛋白在哪里来呢 就要从垃圾栈里头 拿破旧的皮鞋 人们扔掉旧的皮鞋 P1 还有皮箱子 还有很多沙发的几个加工厂 废弃的边角料什么的 然后拿回来加工 用化学成分加工 然后用别的化学的东西处理以后 这有这个蛋白了吧 就有些蛋白 然后掺进牛奶里头 师傅 我是觉得敢喝 能敢喝吗 太可怕了 师傅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我们现在我跟你说过的是 我们在飞机上的饮食都不敢吃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中国医疗行业院士透露 他说奶制品里含有许多的抗生素 长期服用导致了中国婴幼儿 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增加 抗生素的耐药导致儿童生病后 无药可吃 不错 不错 香港人都爱吃大闸蟹师傅 香港一周刊他报道说 香港人都特别喜欢吃大闸蟹 而且价格现在也越来越便宜了 几乎成为市民的家常变菜了 变菜了 那通过记者采访后才发现 说这些大闸蟹都是用激素快速养成的 发现这个蟹不仅有生长素 还有很多对人体有害的抗生素 以前就是有人爱吃大闸蟹 我一个朋友他特别爱吃大闸蟹 他就发现因为秋天以后才有黄 师傅 就现在就发现这个大闸蟹 哪个季节都有黄 所以师傅您知道吗 现在明白真相的人流行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算勇敢 现在敢吃螃蟹的人才真正的算勇敢 现在很多那个爱吃那个扇鱼吗 扇鱼为了让它长又粗又大 怎么办给它喂避孕药 就是这样 所以目前全球青少年的性成熟 年龄已经从原先的14岁15岁提前到11、2岁 两年前北京的一项调查报告发现 幼儿性发育开始趋前 最小的4岁到9岁左右的女童 就来月经了 人们用药来催熟鸡鸭鱼肉 没想到也催熟了自己的孩子 害了动物的同时也害了自己的子孙后代 请问师傅 我们这不是起 岂不是真的像佛经里说的银库食毒吗 我可以在那儿要做的吗 我们都要做的 那儿我们也要做吧 我们要做好事